哈喽各位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今天要和各位介绍一下 我是如何编辑我的GoPro素材 让它更精彩更具有电影感的 这一直都是很多网友会在留言区问我的问题 我是如何剪辑影片 我是用什么软体剪辑 以及编辑GoPro影片素材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点 我今天就要拿我2018年去速度旅行的一些片段 来做简单示范 希望能给各位刚入门朋友 不太清楚该怎么做的 至少有一点参考的价值 我们就进入操作的影片 我平常编辑影片的时候 实用的是Mac的电脑 著名的软件叫做Final Cut Pro 这款是Mac才有独有的 在Windows下面 你可以考虑使用Premiere或者达芬奇的 很多朋友会问我说 魏力导演行不行 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学习一套专业的编辑软体的话 不如就直接选择 业界上面会在用的软体 入门的编辑软体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天花板的存在 可能学了一阵子之后 会觉得有些功能你没办法做得到 那你还是会想要去选择更好的编辑软体 不如从头就直接选择业界在用的这样子 会比较恰当 首先打开视窗以后 你会看到黑漆漆的一片 其实这时候你不用担心 第一步要处理的 第一步要做的 打开你的File 随便选New 选Library 你要把你的档案素材汇进这套软体里面 会问你说你的档案要存在哪个地方 我就存在 数物这个旅行的资料夹里面 就是你的工作的 第一个建立专案完成之后 第二步就Import Media 点选你要的这个资料夹 那右边这边其实都可以不必管他这样子 那直接要按Import Selected就可以了 我待会把你的档案素材都转进来 那这边会有个转圈圈 代表说他正在 自行当中 再来呢 你需要建立一个这次工作的专案 2018 Travel 那这边要注意的点就是 你要编辑的格式 我是选择4K 那4K Resolution 它解析度就是这个样子 那Rate的话就是你的帧率 我也选29.97 点选OK 你所汇进来的档案呢 就会出现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那第一个是你 呃 现在要工作的专案 那接下来就是你旅行的一些素材 比如说我今天觉得 这个片段你会使用 我就在这个片段这边 按你键盘上面的F 就Favorite 就是你把它编入你的最爱这样子 等一下画面不会有任何反应 但是你点旁边的小三角形 你会发现它已经照你标记成你的喜爱了 这边点进去有个Favorite 就是你选择你喜欢的 这边都它就会自动把它汇整到这个里面 这个动作呢就是方便你之后 在编辑的时候 比较好从你的素材库里面找到你要使用的素材 这样我现在已经选定几个就是 我可能会用到的示范素材了 下面就是主要的编辑视窗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要的片段把它丢到这个画面里面 这边解释一下 这边有些是我空拍的素材 在地面上的基本上面都是用GoPro HERO7来拍的 7代来拍的 789对7代来拍的 因为会使用不同的素材 主要就是画面的丰富性 那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画面 我要使用到第一个片段里面 选定了之后按下快捷键的W 它就会列到这个时间轴上面 或者是我也可以直接把它拖一下来 这样就可以了 那因为这个片段呢比较短 然后我那时候啊 可以看到右上角是使用1080P 然后是60个来拍 我可以把这边把它放慢两倍 一个转圈圈的标准 然后Slow 50% 那画面呢就会这样子 第一个片段就这样子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我接下来就一一把想要的画面 把它摆到这一个工作区域里来就可以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的拉条呢 就是你现在要编辑的位置这样 比如说我刚才少漏掉 插入一个片段的话 到这个片段的中间 然后把我想要放进去的一样 这个然后选择W 它就进来了 放慢一个另一个好处 就是你若说手是比较不稳的状况 我放慢晃动的程度就会减少这样 顺序跟就已经排好了 大概就是走成这样 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呢 因为GoPro的CMOS不是很大 所以在比较阴暗的地方 可能会出现一些噪点 那比如说天空这一块 微微都会有一些杂点 这一块又一点杂讯 我这边选择这一个特效的选项 点进来之后啊 会有一堆可以让你做选择的 不管是在影像的处理啦 或者是音效的处理 Audio跟Video都有 我这边会打上Noise 然后各位看到有个Noise Reduction 减少杂讯这样子 我把它拉进这个视窗里面 处理完之后 画面阴影的部分的杂讯会消失 但整个画面呢 会变得比较模糊 看各位需不需要做增加 其他第二步呢 我会调整它的稳定度 那第二步我要处理的 会是画面的稳定性的部分 我们拿第一个画面来说 像是各位看到有一个瞬间 这边像会抖抖抖抖抖抖 因为我在水里面 动作不是那么的稳健 所以画面也不是那么的流畅 所以我这边会选择的 会是选择这个Stabilization 就是让它画面稳定 勾选下去之后啊 它就会自动的做分析 做画面的运算 运算完成之后 画面就会变得比较稳定了 它手震的瞬间 就会做一个蛮好的处理了 各位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 在拍摄的时候啊 关闭机身内的防手震 你在运动的时候 GoPro就会把运动的方向轨迹 都利用陀螺域记录在GoPro里面 你可以使用事后做软体防手震的处理 我之前有介绍过一集是关于Rail Steady 用时间来换取更稳定的效果的一套软体 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点连结 那我在那支影片里面都做个详细的介绍 那我这边就是使用 Final Cut Pro内建的稳定的一个效果 就达到一个不错的状态了 那经历的去除噪点以及稳定画面之后啊 接下来呢 我会使用校正工具 校正他的画面变形 以及水平线的平衡 那样我这次拍摄的画面啊 是使用Narrow 比较不会有画面变形的问题 如果说画面变形很严重的话 我会使用我之前介绍过的 如何校正于焰的影片 那一样连结在右上角 点击那个影片 我也有详细的介绍 那我这边做画面水平线的校正 我会选择这个View 点下去之后会有一个Show Harrison 就是Show水平线的功能 会出现这个指标 那我就可以来参考说水平线的准度这样 我会使用这边的Rotation 就可以做画面的旋转 旋转太多了 那可能旋转一点点 我的画面会有这种白边 我再试试把它放大 那这时候也要考虑自己的构图 还在不在所能接受的范围以内 1.1 1.1左右就差不多了 各位看一下 我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 需要做修正的地方 这个呢 这个水平线各位看到 就有一点点的Y 我可以做也可以做修正来处理 稍微的放大 这样子我看起来是差不多了 看起来可以 这个的话不需要 第三步在校正完画面的变形 已经水平线之后呢 那第四步呢 就会到调色的部分 就会使用一个调色的涂层 那关于这个调色涂层呢 算是一个小小的插件吧 下载连结 我会放在资讯栏 各位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下载 我会选择Vest Creation 就是第一层的基础调色 放下来 放在你要编辑影片的上端 会习惯在基础调整涂层上面做曝光度 以及它的色温的调整 我调整完之后会再加另外一个图层做 锐利度的调整 那我这时候呢 会选择View下面有一个 这个 Scoffs 就是它的色接分布图 资讯 这边你要选择Luma 就是它的名度展示 各位看到会从-20到120 在0到100之间呢 这个画面资讯是有 超过100的话就是过曝 就是画面是白白的就 没有资讯 没有画面了 那低于0的话就是过暗 就是一样是黑到没有资讯 这样子 你要做的就是把 你的亮部尽可能的靠近100 超过的话 就会明显的白一片 所以就大概快到100 在这个位置 然后把暗部的地方 一样往下拉 拉接近0 那整体的痛调 我也想要偏明亮一点点 我可以选择使用它 中间位置也是稍微调亮一点点 它会动的就只有中间的画面 我今天不打算介绍太多 关于调色部分 以及这个图形的 辨识的方法 会把中间位置也往上调一点点 那整体的痛调 就会比较偏明亮 在饱和度下面 最左边这个选项是它整体的饱和度 我这边微微拉高 那就是不管是 亮部以及暗部 还有中间调的部分的 饱和度都会上升 颜色方面呢 最左边这个点 一样是整体的色纹 我会把它拉接近 偏 阳光暖色调一点点 大概在这个位置 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没有调色前 那这个是调色过后 这一看调色完成之后啊 我可以选择的是 把这个复制到 其他我需要调色的片段上面 或者是一条一条的重拉 快速起见 我这边就先 把它拉到第二个片段 我重新拉一个基本的调色图层 然后拉到底 好 然后我会选择 按下B B就是blade 就是刀片的意思 因为我是要各个 片段都要做调整嘛 我就在每一个片段的上面 做切割 代表说你只会 接下来做动作呢 只会在这个片段上面 做调整 好 那我就一个一个做 刚刚的曝光度以及 饱和度 还有色温的调整 那为什么要把 亮部拉到100 暗部拉到0 然后对比这么的大呢 这样才可以 把它的色彩之下 迅速均匀分布在整个 画面中 这样色彩细节会比较多 人眼所追求的会是 比较 丰富 细节的画面 那该经过一阵子的调整之后呢 接下来我就会选择这个特效来 我这边打下sharpin 那就是 锐利度的部分 然后拉进来 就会看到画面的 雾铁周遭的黑边 这边就会显得比较 突出 那画面就会显得比较 深刻一点点 如果说觉得 你的锐利度有点高的 这边可以选择 他的数量 可以比如说 预设是2.5 然后可以比如说 增加到1就好了 一点点微微的 如果说锐利度 太高的话呀 你整个画面 虽然显得很深刻 很 利 但是会让人觉得 观感不是很好 会有点负担 画面会显得有点死 最后 我会把音乐穿插进来 音乐如果说你要放在社交媒体 或者是网络平台上面的话 会有牵扯到版权的问题 如果说像是以YouTube为例的话 你可以选择 进入你的工作室里面 会有个免费的音效库 音效库里面呢 就有各种的 音乐给你做选择 因为是这种免费的 所以别人可能 也会用一样的音乐 重复性会比较高 我习惯使用的是 叫rlist的网站 注册连结 我也会放在 资讯栏 各位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注册 那因为是付费的 所以音乐的多样性以及他的音质 他也很方便是你可以依照影片的想要的质感 快速的筛选 比如说你可以 影片想要找Happy 的音乐 他就会 快速的找给你这样子 就是蛮方便的 那我个人如果说是在做一些像是开箱的话 我可能就会找 这边会选择 Hepop 然后 会选择 Lounge 这两个选项下来就是我平常会要 我平常会当 开箱背景音乐 刚刚我已经先找好一首了 你点选这 右上角的你的音乐库 会有你下载的历史 我刚已经选择好是这一首歌 那我这边只要选择Wave MP3 那Wave的音乐质量会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我也先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呢 我只要把它拖移到这边 他就自动帮你汇入到你刚刚工作的 资料夹当中了 那音乐是这样 各位看到现在又还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会觉得 音乐的节拍和画面是 都不上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做的 会把音乐的节拍点 设计号 我会在每个 节拍点上面按下键盘的M 列出一个标记 这样 那音乐的节拍点选定了之后啊 我现在就把我要对应的画面拉到这个 节拍点中间的这一段区隔就可以了 基本上面的影片做到这个地步呢已经可以输出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这边会想要再多加一点点电影感的话 我可以选择 效果栏 这边有个later box 我们把 最后 再增加一个调整图层在所有的片段上面 然后选择这个later box把它丢进去 丢在你的 最上面的调整图层之后 比例选择2.35 比 1 然后 Boulder color你选择黑色 他画面的上下呢 就会出现黑边这样会更有类似电影 以前胶片的感觉 那等他跑完我们就可以进行输出的动作了 输出按右上角这边 选择你想要的 比如说我这边选择原始的档案完整的档案 选择Master file 字幕志愿者 杨洁 这边 hane OK今天制作时间有点晚 各位看到窗外的天空颜色 从白天一直拍到晚上 这部片可能片长会有点长 但是我是希望能把 这个Final Cut Pro的基础的剪辑 就交给各位 从初阶一路都要进阶的话 Final Cut我觉得是一个相当直观 相当好用的一套软体 我今天会把一切的下载连结 不管是调整图层 我使用的音乐版权的网站的注册连结 我都会放在资讯栏 各位如果说感兴趣有需要的话 都可以点击做下载 如果说觉得这支影片介绍的 还算详尽 或者是有哪些不太能理解的地方 都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我们在做讨论 不想错过更多关于这些拍摄 或者是剪辑或者是修图 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请各位做关注 那我是CJ 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啰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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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栏